大家好,我是台北藝術大學的戲劇系老師,我叫做于善露 這次有機會到香港的文化中心來觀賞這個Work Center 就是Grotowski and Thomas Richards Work Center 他們所帶來的兩個作品 一個是做客業之夢,還有一個是地下室手記 在觀賞這兩個作品之後 大概是由我一些感想 我比較在意的或觀察到的一些幾個點 然後有一些筆記,跟各位來做一點點分享 不管你看過或沒看過這兩個作品的朋友 可能你也透過其他的一些文宣或介紹 大概知道說在這個作品裡頭 其實有成分比例很重的部分 可能是在他的歌唱或者甚至像是吟唱 那這些吟唱的話它其實聽起來其實有大半的歌詞內容 或者是裡頭的這個歌詞裡頭的一些聲音 聽起來其實是不太理解 它可能是來自於就是說我所理解的語言之外的 或者可能是一些哪些民族或部落的這些傳統的歌謠 那再加上它其實比較感覺也沒有太多東方的這種歌謠在裡頭 聽起來好像是類似像譬如說像中亞或者可能是非洲 或者可能是歐洲的哪些這種比較是古老的這種民族 他們唱的這種傳統歌謠 那這些歌謠它被大量的使用在這個Work Center 還有他們的這個兩個作品的表演裡面 那對我來講它跟我們一般去聽音樂會的感覺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音樂會它的目的性可能是在這個音樂 音樂不管是這種歌聲的 Vocal式的或者說氣樂樂器的一些演奏 那某種程度來講它的技術性 技術性的成分還蠻高的 那到時候我在觀賞這個Work Center的表演裡頭 我倒覺得他們的這些音唱 有更多的是音樂技術性之外的 主要是為了這個表演者的表演者本身的一種情緒跟狀態 還有能量的一種當下的Presence 當下的那個臨在性 臨在感 那對我來講聽起來呢 聽起來如果用音樂的術語或音樂的這種形式來比喻的話 它有一點像A Cappella 就是說無樂器伴奏的人聲這種合唱啊 或者說輪唱啊 或者說彼此好像我知道在香港 我至少知道有一個團體好像在做這種A Cappella的表演 就是一步輕唱 那我甚至於也會去聯想到台灣的一些原住民部落 其實有十幾個 將近有十五個原住民部落 裡頭至少有一個部落 它叫做布農族 那布農族他們有一種就是叫做八部合音 就是一個人起音之後呢 那麼其他的人會第二部第三部一直在加疊上去 那慢慢慢慢它形成一種core 一種合音的效果 可是不管是A Cappella也好 或是說布農族的八部合音也好 它某種程度來講 在我所謂剛剛講的就是說 屬於歌唱的這種技術性來講 是成分是比較高的 那麼跟這個Work Center 他們其實就是把原來應該是演員跟演員之間 或者是角色跟角色之間的對話 它其實轉換成了是用這些歌謠吟唱 來傳達彼此之間的一些關係 那關係照理說應該要建構在對話上面 或者這個角色跟角色之間的互動上面 那當然在他們的演出裡頭也不乏 除了歌唱之外 有一些是需要用說的 可是我就發現到說它的這些說話 其實有更多的是在做獨白 那這些獨白它帶著一種對於 不管是聖經意象的 或者是一些世界戰亂紛爭的 或者是對於這些自然的感嘆的抒情等等等等 這些他們的獨白的內容吧 那甚至於有些是屬於夢境的等等 它其實不同的獨白裡面的內容 所呈現出來的一些語境或者狀態 那所以就造成就是說在對話不多 所以我們其實很難用一般傳統的原先 就是說觀賞戲劇的期待 你可能是要來聽個故事 或者是要來看有什麼樣的劇情 跟這樣子的一種觀賞期待 會是比較不一樣的經驗 那麼所以可能會在 對某某某某某來講在理解上面 就是說理解他這個演出的內容來講 可能會對某些觀眾朋友 造成一定程度的一種難度吧 但是對我來講我會先把這些 試圖想要去知道他們在演什麼 或者是故事在傳達什麼故事 這個部分我會先把它放到一邊 不是拋棄就是先放到一邊 他可能還沒有他還沒有來到我的 觀賞的理性的這個理解的程式 所以我就先把它擱置 那我就用更多的心思去感受這些 表演者的歌謠的吟唱 那麼在這些吟唱裡面 除了聲音跟剛剛講說獨白的展現之外 在身體的部分他其實有一些 我看起來會有點像儀式性 然後像宗教性的 這樣子一種吟唱的身體的展現 那如果說實在話 就是說我如果要對他們的聲音 跟吟唱跟肢體做一個我的 總的感覺或總的評語的話 主要是因為我看表演的經驗 可能稍微多一點 那光怪陸禮的或者是說 這種稀奇古怪的表演可能看比較多 所以現在這樣子的時間點 再看work center他們這樣的表演的一些展現的形式的時候 其實我說老實話 我沒有太多的surprise 沒有太多的驚喜 而這個沒有太多的驚喜 可能幫我從頭來講 就是說更 其實更反應到就是說 我們其實是回到去 去體會 或者去領略這些表演者的一些質樸 而這些質樸主要就是反應在他們的聲音 他們的歌聲上頭 他們的吟唱上頭 至於說這些吟唱跟他的身體 肢體這些展現的關係 我就倒覺得 我看到的吟唱的表現 多過於他們的身體肢體的表現 也就是說身體 基本上我看起來 他是跟著他們的吟唱 而自然的有一點律動 有一點擺動 沒有那麼刻意的技術性 或者說要用一個什麼樣的一種 表現的技法 來展現這種形式化的身體 這倒是沒有 那大概就是說 我就以上分享 大概就是關於他們的吟唱 關於他們的這個 以及說台詞的內容的感受 以及他們的一些身體的一些狀態 那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謝謝